大家好,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Torix的其中一个交易工具 然后这个交易工具呢是叫做Trading Central,交易中心 那交易中心呢它提供技术分析 通过提供对市场的趋势、价格的模式和潜在的交易机会的见解 来帮助我们交易者来做出明智的决策 那交易者可以定制交易中心的指标 来适应他们特定的交易风格啊还有策略 无论是短期的交易还是长期的投资者都适用 交易中心生产的指标既定于模型和专家分析的结合 提供了买卖的信号 交易者呢可以使用他们来增强他们的交易策略 那如何找到交易中心的工具呢 我们就先点击查看 去到导航当中 然后再去到EA交易里面 EA交易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Trading Central 我们把它点击然后拉到这个图表当中来 然后点击这个小空格 还有这两个空格允许 信号设置和算法交易 再点击OK 然后就会有一个小窗口给跳出来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你就可以看到交易中心提供出来的一些 可以适用的一些信号 绿色的这些货币队呢 就是他们认为正在涨的货币队 红色的呢 这些就是他们认为会再到跌的货币队 然后在这个当中 这个图表当中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价格的趋势 还有他们发现了什么 而且还有是通过什么原因 他们给出的这个结论 那么我们这个交易者呢 也可以点击自定义的设置 来来filter 比如说它的住的大小 可以选择五分钟啊 一个小时或者三十分钟 还有它的持有的时间周期 可以最多十二个小时 四十八个小时或者是两个星期 还有交易者比较偏向的喜好 关于比如说图表和技术的preference 然后点击完成 这个呢 就是可以根据交易者的自己